9月底完成歌唱的田福音被爆出10月时收到九东家的信咸 指Hibi在歌唱上唱了16首属于他们公司的录音版权歌曲 但事前并没有取得公司授权 所以自发信给Hibi和主办单位 至于针对Hibi侵权的赛偿金额 他们就说会等对方回复 协商解决方案 事件曝光后Hibi所属公司回复指 多谢传媒关心Hibi的心情很平静 又澄清说我们是感到错愕 但不是措手不及 一直以来所有公开的演出 都有照正常程序取得合法授权 之后圣诞和跨年的演出都一切如常 不会受到影响 Hibi的好姐妹SHE的陈嘉华 这一出席慈善活动 也有开康回应前公司指控Hibi侵权的问题 知道这个事情的当下的反应是非常的 就是错愕 就是很惊讶 然后我们前几天有一起去爬山嘛 那他看似就是很平静啦 就是OK这样子 然后晚上聚餐的时候 稍微聊到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言谈之中 你就会感觉到他就是很多的无奈 这是我的感受啦 但他心里真正的感觉 就是你们可能也要真的去问他 他才知道了 反正他看起来是还好啦 就是很平静这样子 只是我会感觉到他 我自己的感觉啦 我觉得一定很无奈这样子 对 然后尤其是 新闻一出来 连我爸爸都打电话来问候这样子 对 那之前说爱拉秀的曲目是有更改过吗 我们其实爱拉秀的曲目 本来就随着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做调整 我甚至连娱乐无限公司那首歌 都是在我演出前一个多礼拜才录制好的 然后我连开场的衣服也是前一个礼拜才搞定的 所以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是就是前阵的因为周刊来问了 我才知道说啊 有这件事情 这样子 其实SHE离开旧东家已经两年有多 一直都有跟公司商讨组合明清的事宜 不过阿拉透露到现时为止仍然没什么进展 加上今次侵拳风波 大家都很担心会不会影响到SHE合体 和唱回自己的歌曲计划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 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说真的 所以也就走一步算一步 对 然后 如果有那个缘分 我觉得自然而然就是还是会有机会的 可是我不会去设定些什么 我还是内心有期望 然后但是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而说到早前切除脂肪瘤一事 阿拉就说发现报告是能性 大家可以不用为她担心啊 切完好像我的肩颈这边比较不容易痠痛 因为我之前很容易睡觉的时候 这边会不自觉的紧起来 我觉得跟那颗可能真的有关系 因为它里面沾黏的比较严重 然后化验结果出来了 是良性的脂肪瘤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不用提早退休了 我会继续服务大家 他说大概五公分 多重不知道 但是应该不会影响我的体重 没有重到这种程度啦 如果瘦个两公斤也太狂了吧 没有 就这样五公分一颗球啦 一颗球这样子 其实蛮大颗的 阿拉又说儿子竞保好生性 知道妈妈做完手术 所以都不会扭脚要泡泡呀